今天最让人震撼的国际大事 就是普丁大帝眼中最大的这一根刺 他眼里的最大政敌 这个叫做纳瓦尼的律师 居然传出遭人下毒 你来看看 那触目惊心的画面居然也被拍到了 在飞机上整个毒性发作 他痛苦哀嚎长鸣 真的很可怕 毒物发作是这么如此的痛苦 在过去已经有好几次 普丁的政府被人怀疑 三番两次的绝命追杀这一名律师 而这一次他身受中毒陷入昏迷 也是普丁下的手吗 我们有更多的线索来捉摸一下 到底真相是什么 马老师 普丁的眼中钉变成了毒钉 我可以跟大家讲看这个 这个纳瓦尼14岁 他是全俄罗斯 唯一一个敢公开反抗普丁的人 他是反对派的领袖 好 他这一次去 是要帮反对派地方选举去助政 而且他到西伯利亚 去查俄罗斯普丁政府在西伯利亚的贪毒事件 要拿来做地方选战的材料 好 他在西伯利亚不知道找了什么东西了 他上飞机之前 到机场的酒吧间 喝了一杯茶 这是他今天第一次下肚的东西 对 好 上了飞机以后 突然间 脸色苍白 冷汗吃尿 然后看筋卵 肚子痛 给他随意秘书说 我病了 好 你发生什么事情 结果他就整个筋卵 越来越痛 越来越痛 最后 铁汉子狂叫出声 拳击都吓到了 你如果不相信 我们来听一下 他在飞机上叫 毒性发作 全部都被飞机上的乘客给拍下来 我们来看看这段画面 一个 铁汉子反对着你叫 鬼哭哀嚎 到这种地步 还没完 他说我要到洗手间去 律师就扶着他 进了洗手间 一进洗手间 棒 怎么了 倒下去 当场昏倒 这么严重 马老师你说 他登机之前 没吃别的 只喝了这一杯茶 喝了茶上了飞机 毒性就发作了 对 好 昏倒之后 因为飞机在西伯利亚 就紧急降落西伯利亚 是 你看这就降落西伯利亚 好 降落西伯利亚 然后把他送上救护车 救护车送到医院去急诊 我告诉你 到医院昏迷不省人事 立即进家户病房 那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在欧洲 有个非常重要的高峰聚会 对 法国总统马克宏 跟德国总理梅克尔 正在会面 是 立即进去 出事了 普丁 马克宏跟梅克尔 立即说 送来我们这边医治 啪 马上 柏林救护机 啪就起来了 是 现在救护机飞到西伯利亚去 觉得说 我要梅克下令 把他带回柏林来救治 你留在西伯利亚医院 你这个毒解不了 命救不回来 你描述的这一段 他到西伯利亚去驻选 然后去搜证 搜证要回莫斯科的路上 喝了一杯茶 毒性发作 这简直像是电影在演的一样 但问题是 大家要问 背后的凶手是谁 是普丁政府吗 99%认为是普丁政府 你知道为什么 那我就要讲他的背景 你知道 他在2017年出来 跟普丁选总统 好大的胆子 没有人可以跟普丁 而且还没完 俄罗斯规定 你出来选总统 你要在20个城市 联署推荐你才可以 他轻易就在20个城市 弄到联署 通过门槛 对 好 他通过门槛之后 他把总统候选审查资料送过去 也收了 也通过了 第二天跟他讲 对不起 你有犯罪记录 你的犯罪记录 不适合当总统候选人 啪 把他拉掉 硬是把他拉掉 有这种事 这是2017年 好 还没完 你敢敢跟普丁 去叫竞选总统 因此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他被人泼洒绿色的消毒剂 啪一下洒上去 一个眼睛插点失明 整个受伤 好 你看 好 你来看 导播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多可怕 他的脸都是蓝蓝绿绿的 这就是消毒剂 就是2017年 这个被泼完之后 他很痛苦 对 泼完 他这个眼睛注意看 他这个眼睛几乎是失明的 看到没有 是 整个受伤非常严重 最早2017年跟普丁 去选总统的时候的画面 好 然后就被抓起来 抓起来之后 2019年就去年 他突然从监狱里面 用救护车紧急送到医院 他就怎么了吗 大家都很关心他 因为他是反对派的领袖 说怎么了 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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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敏会严重到 还要外送到医院 对 所有人都说 他已经是神秘中毒了 所以这不是他第一次中毒 这是他第二次中毒 所以这一杯茶 是谁能够做这样神秘的手脚 茶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 这是俄罗斯里面的毒杀剂 连环剂 这个是非把拉瓦尼除掉不可 刚刚马老师讲到 连环杀 连环毒 他居然只是这连环剂当中的 一个被害人而已 我告诉你 好 大家说 马老师 这杯茶有这么严重吗 那我就要跟你讲这个人 他是谁 这是俄国的富商 佩雷皮尼西尼 我告诉你 佩雷皮尼西尼干什么事情 他在2009年到了英国 他是很有钱的 他把俄罗斯的欺诈案 全部告诉英国了 对 所以普丁非杀他不可 好 他跟这个依博一样 他早上喝了一碗汤 注意听哦 是俄罗斯人最爱喝一碗汤 沾面包吃一碗汤 对 他喝完这碗汤之后 走出去散步 啪 倒了地上 再简单不过的饮食 这里就出大问题 倒了地上送医院不致死亡 死掉了 还没完 第一件事情他就给朋友说 普丁一定会杀我的 他跑去买授险 你知道他买多少授险 多少 台币 一亿三千八百万 所以他觉得这条命令 是一定会被拿走 一定会被拿走 把一亿三千八百万授险 这第一个 第二个他告诉 他在住在那边 跟俄罗斯人不来往 不认识 跟俄罗斯人也全部不来往 他独自隐居 但还找他 第三个 他那个汤 他很谨慎的 那汤是每天固定来喝的 怎么会有毒呢 被调包 第四个我跟讲 最恐怖了 英国政府要搞清楚 他怎么死的 一解剖 胃里面 干干净净 他死亡之后 被洗锅胃 好可怕 他孤绝于是 他如此谨慎的活着 还是被普丁找上的 但我要问了 不过喝了一个再平凡 不过俄罗斯人要喝的早餐的汤 对 他怎么走没有几步就倒了 是什么毒 这嘛 现在不知道什么毒 对不对 因为他那个 胃里面是被洗过了 但是英国的特勤还是很厉害的 英国人发觉到他胃后面有个小管 管里面留下一滴残液 那个残液里面医院 断肠草 这个是什么东西 断肠草是俄国特务最爱用的一种毒药 真的 对 断肠草 五步断魂 十步之类药你命 那这不就牵回莫斯科了吗 对 所以他就是被普丁下令 卡 好 那你说除了他 普丁太多 我特别讲这个 就是俄罗斯的情报员斯科里 为什么要讲斯科里 他在1995年 居然被英国的特勤队吸收了 他双面谍 他是俄罗斯的间谍 就被双面谍 双面谍他就被抓 2009年被抓了 判了13年 对不起 像这种双面谍 讲是13年 你根本就准备死在监狱里面 准备黑了 结果没想到 美国跟俄罗斯谈判 谈判说我们换球吧 对 我说好啊 因为你手上有球换来 英国要救他 结果居然指明要换他 要救他 俄罗斯想 我换你吧 你看看庆余年没有 庆余年里面 那个皇帝 京都的府衣 说 皇帝给他说 你告老还乡吧 我放你一命 你回家去养老吧 结果他一走 前脚走 后面我就跟上去了 皇帝就叫太监来 路上 除之后快 一个都不留 全家 尖掉 他就是 我告诉你 换球就换了 你在监狱 俄罗斯街里面可能好 换球一换出去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他就换到伦敦去了 换到伦敦 他太太在伦敦被车撞死 他太太被车撞死 他儿子在莫斯科被车撞死 他有两个被车撞死 他跟二 就是去年 他跟他小女儿两个 被发现 倒在购物中心的椅子上面 一连串的意外 都在这一家子 一家四口 这就不是意外了 当然不是 全家儿子女儿 他太太 全都 灭门 我告诉你 就发觉到 他是神经毒计 若为乔克 这是什么样的毒 这是一种化学武器 这一般人是拿不到的 一般拿不到 好 因此英国的情报单位就说了 这个若为乔克 普通人手上没有的 只有一个地方才有 什么地方 嘻哈内政 嘻哈内政 这又在哪里 就在莫斯科北边 这是个毒症 所有的毒药 毒剂 化学武剂 都出自嘻哈内政 好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大家都说 这嘻哈内政是 普丁的化武的秘密基地 大家都怀疑 普丁已经在去年宣布 对不起 因为他把他杀了 嘻哈内政 解除秘密城市 什么叫秘密城 跟大家讲 俄罗斯有44个秘密城市 这44个秘密城市 你卫星经过 看不到的 然后地图上 把他名字 是抹掉的 地图上被抹去的 44个神秘小镇 你进了这44个神秘小镇 你不能再用你原来的名字 你不能跟家人联系 连父母都不能联系 而且你不能离开这个小镇 这么神秘 但是说到俄罗斯 我们想到再过两天要跨年了 每一次这个时间节点 都会有预言要被拖出来 检视准不准 他们预告了什么 我们今天看的是 16世纪的星象大师 诺查丹玛斯 他预告了2021 俄国将会制造僵尸病毒 人类恐怕灭绝 大家想说 这个人有多准 我们来看看 他曾经精准预言了希特勒的崛起 他预言了911事件 他也预言了川普首次当选 16世纪就埋下了这一些的预言 今天我们要请创下 带我们来看到 俄罗斯正要制造这样子 毁天灭地的病毒 到底是庸人自扰 还是其来有志 如果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国家 可以制造让你无法解的病毒 无法解的毒剂 而且他自己还能控制了 但只有一个国家 就是俄罗斯 真的假的 真的 因为俄罗斯 确确实实是这个世界上 搞病毒 搞毒剂 搞生化在高手中的高高手 为什么 所以英国的情报人员 特别讲说俄罗斯 正用伊波拉病毒 做了成一个生化5G 英国的MI6就是007的原型 他们的资讯 通常都是有所本的 而且他们在做了一个叫做 神经毒若维乔克 这样一个来杀人 什么叫若维乔克 你具体像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尼可拉斯凯吉 还有他演的《绝地任务》 最后那个绿色的 像葡萄一样的 那个是BS病毒对不对 那个已经是最毒的 当时你看演出来 但是人类过去知道 最毒最毒就是BS神经毒 毒王之王了 毒王之王了 可是若维乔克的毒性 还比他毒物到八倍 这个是病理上的数字而已 问题是这样的一个毒王之王 它有实际被运用在任务 哪一次任务有被揪出 有它的痕迹吗 过去的时候苏联曾经要做 然后大家都以为说 后来苏联解体了 已经毁灭了 可是最近突然发现说 这样的一个病毒 好像有残存 而且还在继续的使用之中 那很可怕 非常可怕 为什么呢 我们记得说最近这段时间 不是在德国的医院里面 这个反对普丁的领袖 纳瓦尼 对不对 在飞机上突然很不舒服 想呕吐想什么样 紧急迫向之后 然后后来查出来 结果德国就说 原来就是这个若维乔克 而这个若维乔克 他们后面到底是怎么下毒的 怎么弄的 然后有一个是自称是 俄罗斯特工的人说 他是用在他的内裤里面 涂了这个毒料 所以他穿上去之后 他不知道 因为他跟踪他 跟踪了四年 利用控制的时候 到他心里里面弄上去 就皮肤接触 就给他中毒了 然后当然这个说法 大家就开始讨论 真的假的 这个毒真的那么厉害吗 可是他不是只有他 你还记得2018 在英国的郊区里面 一对妇女坐在长椅上 突然的就死亡了 这也是俄国特工干的好事 对啊 可是后面也查出来 英国也查出来 用的是什么毒 又是这个若维乔克 所以这个若维乔克这个毒 好像真的还占 那占哪里呢 大家就开始想到了 俄罗斯有一个 在西伯利亚非常偏远 有特种部队在那边巡逻 僧人物禁 比51区还严格的地方 就是这个BITMEKT 这样一个病毒中心 它其实就是俄罗斯 就把很多世界上最毒的病毒 有上千人在里面研究 各种病毒 它存了什么 汉塔病毒 马堡病毒 尼泊波拉病毒 碳区病毒 还有现在全世界天花 不是都已经绝机了吗 是 俄罗斯这个地方还有美国 都还留下这个天花的病毒株 这个Vector的 俄罗斯的病毒研究中心 可以说是不只俄罗斯 可能应该这样讲 它是地表最神秘的研究中心 这里面拥有全世界最毒的 研究都在这里 它里面是怎么样一个神秘的所在 什么神秘的所在 就是这里研究出了 若维乔克这样一个病毒 当他们做出来之后 全世界没人知道 在1980年代弄 最后是因为苏联快要解体了 里面的一个生化学家 科学家 逃了以后叛逃到美国 叛逃被美国以后 开始把这个东西 给了美国的FBI FBI把它公布 甚至连它的化学室 都公布在国家秘密 这样一个期刊里面 可是俊相你知道厉害在哪里吗 在哪里 那个从1989年的时候 公布了这个所有的化学室 可是到现在为止二十几年来 全世界还是没有人 能够把它给合成出来 所以你就知道 俄罗斯他们在研究个病毒 这样一个这个实验室里面 到底他们的技术有多么的高超 有一个形容这样说 这个Vector的病毒实验室 它是一个P4等级的 它绝对不容易一丝一毫的外泄 那都是世纪的灾难 那个形容让人家看了头皮发麻 万一外泄的话 里面的人你也别想出来 你得跟他共亡 是的 所以他们去年的时候 就吓死全世界了 为什么 他们在那边 有一个就是六号楼 就是有一栋大楼突然之间失火 失火之后火光在那边起来 然后又非常 所以大家都很紧张说 这个实验室爆炸了 里面的毒有没有串出来 然后但是俄罗斯迅速的过去了 派了13组的消防队员迅速灭火 然后深化了补装部队进去 然后俄罗斯说没有外泄 你放心 可是这俄罗斯真的没有外泄吗 其实这个地方还出过一次事情 2004年的时候 不想说他们里面有很多 奇怪的病毒吗 然后有一个医生 不小心走一走的时候 就里面的一个研究员 正在研究伊波拉病毒 然后不小心一跌倒 针刺到他的手腕 然后他就死了 然后他就死了 就是这样子 他们俄罗斯只这样公布 但说到了俄罗斯普丁到底 到底在想什么 马上来告诉我们今天最新消息 习近平居然跟他通上了热线电话 两个人商讨什么 最后总结四个字 联手抗美 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昨天晚上 习近平跟普丁通了电话 两个通电话有什么不寻常 我告诉你通话的内容 每个字放在媒体上面公布 从来没发生过这个事情 好 那他们的事把它全部公布出来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中俄联手抗美 是 你要给我当心了 好 那中俄联手要怎么抗美呢 两个地方立即联手 我要跟大家介绍 第一个立即联手就是北极 就在他们两个通电话之前 注意 这个大陆的中山大学开了一个研讨会 探讨说北极的观测 什么叫北极观测 我告诉各位 大陆已经做好准备了 2022年大陆将开 射第一枚北极卫星射到北极去 这枚卫星的功能任务是什么 我告诉你 他彻底监视北极地区 天后我当时掌握了对不对 最重要我掌握了他的浮冰 他的海滨 他融化的情形 那什么了不起 就是一个倾向的监测卫星 开玩笑 北极航线 我只要掌握了海滨融化 海滨的流向 北极航线就在我的掌控里面 下面的天锐艇 这个才敏感 是 也就是说北极 古丁你放心 我习近平 我的第一颗北极卫星上去 不再是拉萨专利了 我先跟你讲 俄罗斯为什么这么在乎这件事情 以前北极老大是谁 俄罗斯 对 俄罗斯在北极 设了很多陆地观测站 还有漂浮观测站 他在北极漂浮又观测站 所以1960年到1990年 30年北极最详细的资料 都在俄罗斯手上 但现在拉萨 啪一下北极卫星打上去 都是美国拉萨在看了 别人没办法看 对不起 你拉萨独占掌控的局面 打破了 我习近平上去了 我所有的资讯 你放心 普丁老兄 我全部给你一份 北京 当莫斯科的千里眼 对 好 就代表什么意思 北极以后 我们两个兄弟哥们 共享 是 这是我们的家园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太空 太空才是他刚讲 更大范围 更看领域 更深层次 太空双方怎么回忆 我告诉你 上周 俄罗斯 试射两种飞弹 美国火大的要命 你知道 第一个 试射什么 它试射了一个 反卫星飞弹 反卫星 就是把你的卫星打掉 它是装打卫星的 装打卫星 让你吓掉 美国现在已经要 希望全世界各国 推动一个 不要再去 试射反卫星了 好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俄罗斯设计一个 A-235的反弹道导弹 诶 它能可以打300公里 你那个美国的弹道飞弹 长程弹道飞弹过来后 俄罗斯的这个 A-235 砰就把人打掉了 这是俄罗斯的 萨德系统 厉害得不得了 那这时候 董军事人就会问了 马老师 他不是有萨母500吗 他萨母500不是 就高层的反卫星飞弹吗 因此美国人就说话了 美国人这是说 美国人说这个 A-235是骗人的 A-235根本不是反弹道导弹 A-235就是一个 最厉害的反卫星飞弹 他可以把 他时速8马克 可以打击低轨弹卫星站 说到底 我还是要打瞎你美国的新网 你的低轨弹卫星 我一个一个各个击破 你听懂了没有 现在俄罗斯 因为他在飞弹上面的 力量是特别大的 所以他现在地面上往上打 把你美国的卫星打掉 那大陆已经成功发展杀手卫星了 杀手卫星在太空中用雷射武器 砰砰砰砰砰砰打掉 我一个在太空中打你 一个在打你 美国担不担心 害不怕 当然 我跟大家讲一下 美国在1985年9月12号 第一次用F-15 把一个卫星打掉之后 美国在这个领域 已经称霸35年了 天下无敌 现在俄罗斯跟中共 双方携手合作 在太空中 你不再是天下无敌的罢手 我现在双方联成后 棒棒棒 也可以把你卫星打掉 邀请您一起加入 57报星文会员 跟俊相一起 刮真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